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嗨,大家好 我是中中士、立物志在House裡的主持人包子 那今天的Breaking Series呢 其實我們通常Breaking Series就是一些突發狀況的訪問片段 比如說演出完的後台 沒錯 那今天我們就話風一改 所以才第二集 其實錄音室也是一種演出的環節 對對對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導覽一下 我們平常在錄Podcast的這個錄音室 因為過去我們都是在一間Live House 拍攝嘛 沒錯 那這個故事我們已經提過很多遍了 對對對 總之呢就是現在都在這個錄音室錄製 那這個錄音室叫聲波錄音室 很像跟聲波計畫 對 有點那個硬要的感覺 其實我們是經過owner的同意的 對對對 那首先進來這個錄音室呢 第一眼會看到這個東西 唉唷 眾多女性來賓來都會很喜歡 然後會尖叫的一個吉祥物 這應該是派大星吧 是嗎 對 哈哈哈哈 他通常就像這樣 沒錯 但為什麼派大星是白色的呢 嗯 他在劇情中有變白色過嗎 還真的有過 真的假的 喔那 好變 欸欸 好就這樣 變白紅色好了 那其實這個顏色對於這間錄音室的氣場呢 其實沒什麼關係 哈哈哈哈 對 我們之前有一集的時候 就是有把它放到 嗯 就是我們的訪問席上 喔 出書嘛對不對 對 讓來賓就是可以去打他 但是發現大家也是會 忘記打 嗯 所以好久沒有這樣做了 沒錯 那在這邊是就是眾多 那個 錄音室的工作區域啊 看到這個 曲面螢幕了嗎 對 聽說我們錄音室非常自豪 對 曲面螢幕跟雙螢幕 對 然後還有 喇叭 跟很多Rack 那相信很多我們的聽眾 或觀眾 呃 看到這些雪鳥 就會想說看起來很專業的樣子 也沒錯 我不敢碰這樣 這個推桿叫Fader 嗯 沒有 通常我們可能會以為是要這樣 不是的 嗯 要這樣 快快快拍拍下去拍下去 要這樣 要這樣 喔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 一定要推著這個 所以這個凹草這樣推 看就比較厲害 沒錯 你如果這樣的話 就有點怪怪的 嗯 對 對 要大膽的去推 對 露音室是這樣嗎 確實 確實 完全是一個不負責任的 對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一個很重要的設備 嗯 就來這邊 這個 欸 這邊有一個手機充電器 真的超重要 對 對 那平常就是 我們這邊就會放麥克風 對 然後今天這個相機呢 那待會就是 他平常就會在那個角落 嗯 就是擔任那個畫面的那個拍攝 嗯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邊 好 那這個門咧 就是許多來賓來的時候 可能想要先就是 稍微整理一下 嗯 嗯 放鬆一下的地方 對 就是廁所啦 哈哈 哈哈 你看形容得很優雅 哈哈 廁所本來就是 很優雅的地方 嗯 那 這個地方咧 就是有很多貼紙 嗯 這個是這個產業的 算是一種文化嘛 嗯 沒錯 就各種拍子 或各種那個 呃 樂團的貼紙 對 那其中我自己是 就是每次都會被一個東西吸引到 嗯 就是這張 然後一次的海報 嗯 然後最後一個說 悟空 哈哈 什麼 然後我告訴你他是挖空的 哈哈 他是挖空的 哈哈 這個是為什麼 這有什麼故事嗎 呃 單純只是那個 那個貼紙被我撕走 然後又覺得把它 又覺得很醜 所以只要是用悟空把它貼起來 啊 有 巧思的 我們很多人是 就是小林就是 小林 相信大家看到這邊就可以知道 他是一個有一點潔癖 然後跟 白色強迫症的 嗯 對對對 ok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看到這邊 反正這是有一個就是 哎呦 氛圍的一個 嗯 假山啊 那他通常我有開的話呢 他會有那個 雲霧飄出來 嗯 對就是我稱之為撩妹神器 嗯 對就是 嗯 一些vibe的製造的東西 沒錯沒錯 那更重要的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對 這個 調音器齁 呵呵呵 喔不是啦 這一把是 Fender的Strettel Caster 嗯 然後更重要的是他是 Custom Sharp Custom 對對對 那他一直掛在這邊 平常小林 我們路邊小林會躺 拿來測試訊號用 喔 用Custom Sharp 來測試訊號 拿來測試訊號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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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 Custom Sharp 這個標誌 還在 沒錯 這很重要 啊如果你要出價的話 在我們下面留言 對 在我們的那個 影片區留言 或者是在我們的 Apple Podcast 下面的那個留言區 也可以留言 就是我要那一把Custom Sharp 這樣 對 我們就會再跟你聯繫 好的 那我們到這邊的時候咧 在這個很多個人嗜好的櫃子 的旁邊有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到出司機 對 因為一個錄音室 出司機是很重要的 沒錯 因為有許多就是精密儀器嘛 嗯 就不能有太濕的地方 嗯 那這邊有一些 像這個我知道 嗯 這是 Star Wars的 欸不是大和號嗎 戰戰 哈哈哈哈 千年銀號 完全都猜錯 你們在全世界的西戰民也 喔對不起 這是Star Wars嗎 對 那我沒有講錯喔 喔好好好 我說Star Wars的 喔 我說常進人 喔 常進人部分 負點責任好不好 好好好 好 那接下來這邊呢 就是 就是 眾多唱片嘛 其中這個 蔡可夫斯基 一聽集 我也不是 就覺得蠻跳動的 欸 很棒啊 這個夫斯基 那這個是火球艾斯嘛 嗯 就是最近很紅的那個 海賊王的 這個 欸你要不要去演真人版 哈哈 你要不要試得演火球啊 你要確定 哈哈哈哈 那這個也是海賊王的角色 對 因為我沒有在看海賊王 對 他是比較早期出現的角色 他叫什麼名字 斯摩格 斯摩格 對 他是 他是 哇這個腹肌不錯 他是 他是 壞人還是壞人 呃 他其實 海軍的角色 這樣 對 我們都沒看他 OK好 哈哈 對 那這邊有個 貓腰的這個海報 這間呢 就是很重要的 recording room 沒錯 我們請包子來 我們導覽一下 首先先看到門口 我個人目前最喜歡用的音箱 喔是他嗎 對 對 以前我曾經很喜歡用那個Vox的SE30 嗯 但是 最近開始 大概這一兩年 我發現我還是最喜歡用它 最喜歡用Findertune Reverb 主要是它夠clean的 嗯 夠clean 對 對因為我的 在我細盤是用很多破音在堆疊 嗯 所以很clean的 clean tone的音響 嗯 就是我對於那個 破音的程度的掌握會比較 了解一點 嗯 對對對 這個 這個 總是長椅 樂手椅 對 那 就這樣 哈哈哈哈 那現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會看到這是一個 讓你舒服錄 Vocal的地方 嗯 那 其實這間空間呢 或者是你要在外面錄都可以 嗯 這整個錄音室就是除了鼓 對 鼓主 爵士鼓主以外的東西都可以錄 嗯 所以如果各位 有錄音需求的話 對 呃不管是哪一種類型的錄音 廣告錄音 音樂錄音 呃 EP製作 配上製作 都可以在這邊進行 OK OK 好啦那最後我們Breaking Series 一定要有一些訪問的緩解嘛 沒有錯 總不能是我一個無聊的人 在這邊 走來走去 嗯 對了 啊 哼 我一直很在意 這間房間 有一張A圖在這邊 好就這樣 好 小朋友不要看 好 那我們來訪問一下今天的這個 小鈴手自曝光 對對對 這位錄音師小鈴呢 就是我們眾多集數的錄音師 對 以及攝影師 沒錯 那他最常講的一件事就是 欸 SYNC不在我這邊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最近有一些記憶卡之亂 哈哈 對 就是 好就是我 我把記憶卡弄 都不見了 然後就找回來了 對 對 好那 對於參與這個 Podcast的製作 小鈴有什麼心得嗎 到幾集其實都還蠻會說話的 嗯 真的嗎 對蠻懂說話的 蠻厲害 你是在幾集之後發現這件事情 當然是在第 第 原本是從69集開始 嗯 然後大概可能72 3集左右一樣 然後才覺得他很會說話這樣 那 那 那你 那你從 那你是從幾集開始 只要按下開始鍵之後 就會開始滑手機 哈哈哈哈 你以為我們都沒發現 哈哈哈哈 他又從第一集開始 哈哈哈哈 但是就是他 他想的是非常辛苦 就是他每次都會把那個音檔聲響再給我 對對對 然後其實 省去我很多剪輯上的功夫 嗯 對 那像這邊麥克風怎麼擺也是他的 他的專業 嗯 所以如果你覺得有哪一集機 覺得嘉賓的聲音比較大聲 嗯 我們的聲音比較小聲 嗯 那也是他的吧 我們不夠專業 對 那我們會再改進 可以再調整 那有什麼想跟大家分享 關於這個錄音室 對對對 先工商一下 先工商一下 工商一下嗎 對對對 我是聲波錄音室的 作者作者 手不要一直晃 哈哈 哇 對對對 對對對 害羞害羞起來 對對對 大家不要急 待會我們會把他的Instagram 跟Line 就是放在那個留言區 OK 好 我是聲波錄音室的 錄魂音室 笑靈 那平常除了在做 Studio上的內容之外 也有做現場的PF服務 嗯 對 那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 透過各種不同方式 然後聯繫到我 嗯 謝謝 欸 近期的胡凱兒的巡演 是你做什麼的 對對 近期的胡凱兒的天湖 區間小巡會 是我負責做音控 沒錯 路行人也做過很長一陣子 對 去年一整年都是跟路行人配合 可以可以 做他們的巡會 有一些實際的案例 對 對 對 就這樣 沒有什麼可以 應該可以的啦 我覺得 對我覺得他滿害羞的 貓腰生氣 對 應該貓腰生氣 沒有什麼就是特別想要講的 比如說你是什麼星座啊 平常喜歡喝什麼啊 呃 水瓶座 喜歡喝 你為什麼有貓腰 水瓶座講很沒可能 問他們自己是什麼星座 你是在交界處出生 對 有些書寫摩羯的書寫水瓶 啊 對 那我都是 就是都可以 看你們怎麼 都可以 對 看大家怎麼怎麼定義一下 看大家喜歡哪一個這樣 對 是喜歡女生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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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 嗯 各位 喜歡直男的女性朋友們 嗯 如果對於這個 水瓶座 嗯 的個性 優質青年 摩羯座的職業特質 啊 然後 還有 喜歡打扮成黑色 的男人 哈哈哈 的 有興趣的話 也是一樣 在我們的YouTube影片底下留言 或者是在我們Apple Podcast的節目底下留言 好 對 都可以 聯絡到我們 對對對 然後再聯絡到小林這樣 是是是 哈哈哈 OK 阿如果沒有人聯絡的話 我們就 就 沒關係 我們在曾祖宏放他的聯絡資訊 好 對對對 應該一定要放吧 嗯 這樣好 那 接下來呢我們就是 為什麼今天還要當做Breaking Series呢 是因為今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宣布的 沒錯 對 那 接下來我們就換一機吧 好的 那今天的節目呢 其實算是Podcast的 正片 跟Breaking Series就是 我們剛剛有拍了一個 對對對 分享錄音室的那個 那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的節目 一樣沒有嘉賓 沒有嘉賓 對 那只是 以往沒有嘉賓的狀況就是 我們兩位會 有一些對談 跟大家聊聊天嘛 嗯 但是今天就是 除了聊天以外就是有一個 重要的訊息要跟大家說 宣布一下 嗯 對對對 你 你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欸是這樣的 我們的節目即將要進入一百集 哦 值得紀念 一百集就是一百個禮拜 對啊 一百個禮拜就是 你想一下一年你才幾個禮拜 超過一年的吧對不對 對啊 超過一年的 快兩年了 我不是理科 哦兩年了嗎 快兩年了 一年才52種 哇 對啊對啊 對啊對啊 因為我的那個 我每次在 剪輯或者是 就是初音檔 跟影片檔的時候 我都是用同一個工作檔 嗯 然後那個工作檔就是 我是從第十集 開始用那個工作檔 嗯嗯嗯 然後那個第十集上就有寫是 二零 二零 欸 二零一還二零二零年 嗯 總之就是的確要兩年了 哇 真是值得紀念 也還好啦 哈哈 真是默默的就 就一百週就來了 對對對 對對對 那我們下個禮拜就是第一百週 嗯 那一百週的話 在這邊 也不知道算是 呃 難過的消息 對 但我們節目的上架的時程 更新的 的 我們可能會改成雙週更 對 其實我們節目一直以來 就是都堅持著要週更 週更 對對對 除了有一次是那個 真的是器材 的問題 就那一次 對 克里夫老師 哈哈哈哈 就那一次那一週沒更以外 其他不管是我 呃 海外巡演 對啊 你蜜月 蜜月旅行 對我們都克服了 都克服掉了 Stage Seeds也克服了 嗯 但是 最近 今年 到下半年 我們開始在 嗯 規劃還有就是在 呃 討論整個 節目準備的流程 目前為止的步調啦 對 覺得可能 雙週更會好一點 對 比較 比較有更多的時間來好好就是 呃 出力 對 然後我們的時程也比較可以再 優在一點 對 因為我們還是會希望說 盡量除了 音檔以外 嗯 然後有些時候有些訪問上的小動作 或者是趣味的地方 大家可以用影片看得到 嗯 嗯 所以我們還是就是希望同時也可以錄影 嗯 那這樣的話可能就是 以目前 我們想到 希望可以理想提供的一個 呃 節目的內容來說呢 我們 三個人 還是要可以同時再會比較好 對 對 但是 呃 因為大家各自還有很多 本業要忙 喔 對 忙起來喔 對 所以 各種的巡迴 對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時間的交集 嗯 真的比較少 對 那有時候也不一定有辦法 就是配合到很多 真的 我們也是很謝謝每一個 都是有來上我們節目的假 對 不管就是 可能 有想要宣傳什麼 或者是真的也是想要跟我們聊聊 或者是也 答應我們的邀請來 來分享 我們其實都 都很開心 嗯 那只是 呃有些時候檔期真的是 嗯 偏難 不是那麼好 對 那經過討論以後咧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來試試看 先雙周根好了 嗯 對 就是 這個 讓大家 停下 對 就是可能會 沈澱一下嗎 對對對 那叫什麼 讓子彈飛一下 對對對 再撐一下 煙會比較香 以前也是有人這樣講 對對 就是可能這樣 大家比較不會 呃 覺得太密集 然後沒辦法好好消化節目內容 對對對 對 現在回想起來那種 什麼 難怪 富堅 會一直想要休息這樣 富堅的是另外一個問題 他是另外一個問題 對對對 對對對 對 那也有很多原因的 對 但真的很感謝一直以來都 對 每個禮拜固定有在 我們知道其實蠻多這樣的 對啊對啊 其實真的有粉絲會就是 每個禮拜都會聽 第一時間的 首先第一個我知道會每個禮拜聽人 就叫做海狗 海狗 哈哈哈哈 對 海狗好像每個禮拜都會聽 對 然後上一次那個 呃 小球來我們節目嘛 對對對 化妝師 花子 也都會每個禮拜都會聽 很多很棒的意見 對 所以呃這個節目其實 當初 是因為一些很焦慮的狀況而產生的 那我們其實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穫 那 也因為這些收穫我們還是希望可以繼續做這個節目 嗯 對所以 可能沒辦法維持週更呢 但是呢 呃我們還是會努力的 在 呃 一個時間之內持續的殘除 沒錯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收看跟收聽 然後有一件事我們一直忘記跟大家講 呃 對就是其實這個 我們是很 期待留言的嘛 對 哈哈 大家可以更多的互動 對對對 就是 呃先 看大家收聽我們節目 我是收看節目的媒介是什麼啦 嗯 例如這樣收聽節目的媒介 如果是Apple Podcast的話 對 你就可以到Apple Podcast的那個節目底下 留言 對其實 呃我知道有些聽眾有留言 但是就是還是偏少 可能大家也害羞 有可能我們聽眾真的不多 但是 但是我們現在 我希望從下一集之後我們開始就是 呃 可以 每次正片的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錄個小片段 嗯 就是 來看一下大家有什麼 有趣的留言 對 哦 唸給大家聽這樣 對對對 其實最近YouTube有 有開始熱絡起來 對對對 那YouTube也是一樣 我們會就是 呃挑選幾者 有趣的留言 有趣的 和大家聊聊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我們也 不希望一直都是只有我們兩個 或跟嘉賓在聊天啦 嗯 也想要聽聽大家對於 很多 這個圈子啊 或是這個節目啊 或者是各個歌手 樂團 嗯 產業人士 有什麼心得 哦 欸我覺得這個主意不錯欸 你是臨時起義的嗎 沒有 因為我看到很多Podcast的都會這樣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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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對對 所以 值得學習 對 就是 老實說我們也是有很懶惰的一面啊 但是就是 還是努力求進步 好不好 對對對 總之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重要是Deep在House裡 嗯 那希望 呃 我們都可以努力的 再持續產出 對對對 更多的 好玩的片段 嗯嗯 好有什麼 要跟大家分享的嗎 關於個人 個人最近的生活嘛 對對對 最近大家也知道 生副計畫在轉型嘛 我們也轉型一段時間了 嗯 我們可能資訊就有各種不同的輸入和輸出 嗯 那不知道會不會造成大家的疑惑 那如果有各種演出上的需求 或者是想要了解 呃 上節目的事情 不管是樂團藝人啊 嗯 其實都還是可以委任我們幫忙 這樣子 那我們會有做節目 我們也會做演出 然後也會顯著做巡演 這樣 我們的做的事情很多 對 這個 嗯 你講得很好 但是我想可能大家會聽不清楚 嗯 對我來幫你總結一下 好好好 首先這些在介紹自己業務內容的時候 嗯 比較有效的方法是調裂式 嗯 對對對 喔水瓶座的嗎 你說我嗎 對 那其實純雲說是一個很沒有髒法的人 喔是嗎 對對對 純雲說是一個偏 對吧 對吧小零四吧 對對對 好 我們把它調裂式 嗯 讓大家可以了解 到底森莫計畫在幹什麼 好好 對 森莫計畫主要是一個在籌備演出活動的一個團體 沒錯 對然後 呃 那一部分其實森莫計畫的主軸是在籌備演出活動上 嗯 對那目前森莫計畫有合作兩個 對吧兩個吧 對在台北的呃展演的場館 沒錯 一個分別是惹瓦這牆 嗯 然後一個是 樂悠之口光復男 嗯 對所以呃 各位樂團朋友歌手朋友或者是 劇團也可以 對 總之你有任何想要 呃 舉辦展演活動的 籌備或者是合作的可能 都可以跟森莫計畫聯繫 沒錯 對那當然呃 除了展演活動 然後跟 戴開著以外咧 就是我們也會呃 有 出租器材嗎 出租器材 對對對 然後還有 還有印底的服務 對對 還有不定期的live session拍攝 嗯 這都可以到森莫計畫的這個 呃 不管是Facebook的 粉絲專頁 或者是 Instagram的那個小盒子 嘿 都可以就是 私訊詢問他們 嗯 就是看 有什麼合作的可能 嗯 那 Tiler的位置主要就是這個 許多咨詢的窗口 對 跟場館上的那個 呃 算是 窗口跟主辦嗎 應該 對 我覺得這 活動籌備 哦 活動籌備 對 不好意思啊 我們這種 想不出外 有什麼更美好的講法 沒什麼精確的職位的概念 OK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對 那家裡的貓都還好嗎 還不錯 還不錯 哇 最近大家都 陸續的破13歲大關 哇 哇 對啊 我跟我太太前陣子開始 很認真在想說 我們是不是每個月固定要存一點錢 嗯 以免有什麼什麼 之後大的支出這樣 哦 對啦 對啦 從 就是這樣 你很快也會 很快嗎 對啊 很快吧 幾歲了現在 最大的那個 現在兩支嘛 嗯 比較大大概 兩歲快三歲 很快喔 時間啊 對 然後小支的 快滿一歲 快滿一歲 會繼續增加嗎 你是說歲數還是支數 支數 批數 我個人是覺得 先把握當下 先這樣子 先把握當下 未來再說 對對對 音樂人好像都 對 變這樣 哈哈哈 不過該來就會來了 該來就會來了 跑到你家的也是趕不走的 喔 那我 我的話 最近就是 嗯 上一次我們兩個對團的時候 就有聊到就是我的三個月固定持續在動 對啊 嗯 那 緩緩 緩緩 體龍專科跟昆春白 對 體龍專科的話 今年就是持續的演出 那其實我們今年很幸運拿到文化部的補助 所以明年會發專輯 那事實上新歌寫的差不多了 對 就剩一點點 那我們也開始在籌備如何去 開始籌備編曲上實行的可能 跟錄音的各種準備工作這樣子 這次是第四 第五張嗎 第五張 第五張錄音是作品 那但是也是一樣 除了這些大項目的計畫以外 體龍專科每一年 12月年底 大家都知道 當然是會有一些事情 如果你是 欸你們有沒有自己粉絲的稱呼 沒有 沒有 對啊 要叫什麼 就粉絲就粉絲啊 可是這樣說一定會有更多的那種 體粉 小熊 熊粉 熊粉 大家如果有什麼好的建議 或者是你想很 也歡迎告訴我 OK 對對對 所以我們還是在年底會有一些 固定性質的活動 如果熟的話 不只一場 不只一場 對 所以就是詳細 可以就是好好追蹤我們的專業 就會知道 欸先恭喜一下 你們這個月底要去日本 9月底 9月底 要去日本參演音樂節 滿感動的 因為我們是唯一一個台灣代表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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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這張專輯算是我加入緩緩的 上一張的EP是第一張我正式參與的錄影師作品 那這張就是正式第一張的專輯 非常非常的...我覺得很不一樣 貴團還是不太想要演出對不對 不會啊 身為一個場館的主旅人 怎麼可以有這種謠言呢 沒有緩緩很喜歡演出 也很希望演出 我記得節目上是在... 喔你說就是... 比較懶得去... 沒有沒有沒有 那是一個... 請期待啊 應該還是... 那是當時他們在討論的時候他有一個心理狀態 但是其實總的來說我們都是很希望演出 還是希望演出 是真的真的 對 那昆蟲白的話呢就是 也是一直在演出 就是可能今年就是 我們在八月的時候就是 就是... 去了... 那個... 廣州啊... 好幾個城市 然後... 南京好幾個城市這樣 你是不是有跟網文的老師合作 對啊... 超開心的 哇... 就是... 終於見到本人 然後... 接下來年底的話 我們也會再去蠻多地方 了解 對 所以就是我自己的狀態就是 其實有時候也是會覺得有點尷尬 嗯 就是... 呃... 因為還有擔任樂手的部分嘛 對啊... 那有些時候 樂手工作跟自己的團 的工作 撞在一起的時候 嗯... 你還是難免會覺得有點... 有點... 有點麻煩 嗯... 就例如說假設這個樂手工作是你真的也很期待 嗯... 的一個工作項目 但是... 他跟你的樂團撞起的時候 嗯... 我個人目前還是會 盡量... 以樂團為主嗎? 以自己的團... 為...為主 對... 但是... 我現在... 今年比較多的狀況是 我自己的三個樂團就彼此相撞 哈哈哈... 欸... 說到這個的時候啊 你... 你分享一個最近的例子 最近的例子 嗯... 譬如說... 最近的例子... 譬如說像有人邀T雄去譬如說 九州演好了 九州 九州之類的 像... 福岡 對... 福岡 然後結果昆通白在廣州這樣 哦... 然後... 那如果這樣的話 安息他們會因為你而有什麼情緒上的反應嗎? 沒有... 首先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先看... 就是看誰先講好了 先講 也整這樣 對對對 如果今天... 我個人的立場是 設三個樂團的話 然後誰先講好的話 那就真的沒辦法 所以... 所以你的... 譬如說三個樂團的團員 看得到彼此樂團的形勢力嗎? 還是只有你自己? 你們會有形勢力嗎? 我會盡量更新上去 哦...了解 就是... 第一時間就上去 譬如說... 我可能就是... 包子 體熊專科專長 嗯... 或者包子 昆蟲白 北京 類似像這樣 或者是包子 緩緩 什麼什麼 就是商演 我會寫這樣 啊... 其實... 但事實上... 就... 也不是只有我這樣 因為像大家可能... 別人也會有一些樂手工作啊 然後別人也會打探這樣 海狗有比你忙嗎? 海狗應該是蠻別的事情 不一定是音樂上的工作上 他畢竟有自己的career 嗯... 呃... 但... 就大家都蠻... 體諒我的 所以就是... 有心... 就是... 有想到這個 常常覺得很感激這樣 一部分是感激 但一部分也是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嗯... 對... 因為... 假設真的... 真的... 真的很... 沒有辦法 但是... 對於... 已經撞團了 然後對於其中一個團來說 我真的不能去 嗯... 但是我覺得那個機會 對這個團非常好的時候 嗯... 對... 就是真的沒有辦法 可能就是... 可能要找代達 哦... 對... 有人代達過你在體雄的Session 嗯... 欸... 倒是沒有 很難吧 對不對 你們也不可能花時間 另外跟那個人練還是什麼 嗯... 這個就是我一直也是在... 在想的事情啦 嗯... 就是所謂的... 呃... 自己的樂團 然後找代達這件事情 到底... 呃... 成不成立 或者是說... 呃... 到底... 適不適合 但是... 與... 在這個討論的同時 其實我跟三個團的團 聊過 嗯... 像這樣的事情 嗯... 因為雖然即便是吉他手啦 但是... 在吉他手身份以外 嗯... 的角色上來說 其實在三頭 我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嗯... 就是在當初加入三個團的時候 的定位 都有稍微聊過 嗯... 對... 所以... 當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呢 還是會跟... 每個團... 先取得共識 然後再做決定 嗯... 所以... 呃... 基本上... 齁... 除非... 我正式的說 嗯... 我已經... 不在那個團了 或者是... 怎麼樣... 那如果... 呃...你們有看到... 就是... 成代打樂手 哦... 那你們打樂就知道了 或者是... 或者是... 欸...怎麼... 就是我沒有出現的時候 那就真的不是吵架 嗯... 真的不是發生什麼事 嗯... 所以就是時間沒有辦法配合而已 嗯... 但是我們都還是很好 除非...除非是真的有公開說 啊... 就是... 我... 我... 我離開了這樣 對... 但目前應該不會啦 應該是不會啦 對... 因為目前合作起來 至少在音樂上的製作 或者是... 很多構想上都還是... 嗯... 蠻好的 诶...是說這三個團的... 的風格還有定位 嗯... 應該都滿足你... 你身為吉他手不同... 面上... 的... 的需求 還... 你會不會有想過再玩一個... 不要 會有這樣的團嗎 龐克 像Foo Fighter這樣 呃... 呃... 就是... 我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 這個也是我... 我有開始採用到我自己... 嗯... 已經開始... 轉變了 嗯... 就是... 就是... 我... 我在... 就是... 當然每個人可以負荷的那個... 嗯... 可能他要想的事情的量 跟他想要... 呃... 他要準備工作的量 每個人的那個... 那個... 可以承擔的程度不一樣 嗯... 對... 其實我覺得我可以承擔的... 的量... 並沒有到很多啦 說真的... 對... 所以... 就是... 有些人會說什麼... 就是... 啊... 不知道這是什麼... 不知道這是什麼... 我真的是一團亂 哈哈哈... 我真的是一團亂 對... 但是... 啊... 目前... 狀況就是因為這三個團我真的都很喜歡 嗯... 就是打從心裡覺得... 我真的會很希望是... 這三個團的團員 嗯... 對... 所以... 我就覺得我還是有辦法去... 呃... 去撐... 但是... 呃... 反而我是會對大家很抱歉 是就是說因為... 像... 我覺得緩緩的團員就是... 會很... 關心我 而... 關心你這樣... 對... 精神狀況... 精神狀況... 有一些安慰或者是... 寥寥的... 就是他們會主動... 就是說... 最近怎麼樣啊... 對啊... 或者是... 因為看我都不講話這樣子 嗯... 然後像... 那麼白的話就也會... 嗯... 因為就是學長們嘛... 對... 所以他們就會用一個比較... 關心弟弟的... 的姿態... 對對對... 然後體熊的話就是... 體熊狀況... 他們不是不關心... 體熊狀況是因為他們太... 我們太... 太熟了... 所以就是... 他們不用關心也知道我狀況... 對... 然後反而是我真的... 分身法術的時候我才會主動說... 我... 不好意思... 我今天真的沒辦法... 就是... 討論啊... 或者怎麼樣... 對... 所以... 就是大家都很體諒我啦... 說真的是這樣子... 呃...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有意識到我的一些... 心神狀況... 好像... 以我目前... 小小弱小的能力... 應該是極限了... 的... 龍龍方圍之內... 我已經差不多到極限了... 對... 但加上我還會有樂手工作... 那我也很喜歡做樂手... 對... 然後我也... 呃... 你還教課嗎... 對不對... 的確教課是... 這一兩年變少... 變少... 嗯... 因為時間上真的有... 就有點難調配... 嗯... 對... 那... 樂手工作上的話就是... 我能夠配合的... 然後... 跟編曲工作... 我能夠配合的... 能夠提供給大家的服務... 就是... 我也做得很開心... 對... 然後這也是我... 呃... 收錄來源嘛... 對... 然後也是... 也是我很喜歡的工作... 所以都有辦法做... 但只是... 呃...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在一個團的話... 嗯... 我真的會影響到... 各個層面的... 包含Pockets也是一樣... 真的會影響到各個層面的... 團團相扣... 對...的品質... 或者是我可以付出的時間... 嗯... 對... 因為的確我... 也慢慢意識到... 我的確... 我以前是真的想說... 我可以... 工作塞滿我的... 所有時間... 嗯... 就我會很... 很開心這樣... 比較有... 踏實的感覺... 對... 但我最近發現... 開始... 沒辦法... 嗯... 對...我會... 還是會需要... 放空... 嗯... 不錯... 我覺得這是... 跟開始拍節目的時候... 的心境好像不太一樣... 對... 對... 就是... 就是... 我有察覺到自己的... 這個... 這個狀態... 可以學習... 怎麼面對... 生活... 嗯... 對... 所以... 呃... 大概是這樣... 陪貓長大嘛... 貓一下子就大了... 就不需要... 對... 哈哈... 啊... 最近他們... 越來越來撒嬌了... 哦... 嗯... 悠悠也是嗎? 悠悠是變得... 不會那麼兇啊... 不會那麼兇啊... 摸得到這樣... 欸... 悠悠的話... 還摸不太到... 還摸不太到... 但是... 小子的... 民主的那支是... 就是真的會... 一直... 一直在你懷裡這樣... 不是...他會... 就是一直跳過來... 就是要你理他... 就是他很... 很喜歡就是... 到我旁邊... 然後就跳起來... 用頭撞我的腳這樣... 嗯... 就是... 還蠻... 有一種成就感... 蠻開心的啦... 對...其實蠻開心的... 所以我的工作還蠻像這樣子... 真的...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 呃... 適時的享受生活... 嗯... 對啊... 對啊... 其實我也是有才覺到... 呃... 我會越來越需要... 關閉那個... 關閉窗口...窗戶的時間... 嗯... 對...就是... 那個社交能量... 已經消耗掉的時候... 我就可能會... 稍微... 關閉一下這樣子... 對... 啊...所以這個節目蠻好的... 嗯... 這個節目就是會讓我就是... 有... 第一個是... 鍛鍊一下我的... 社交能量... 嗯... 然後第二個是就是... 可以稍微的... 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很多... 別人在做的事情... 嗯... 畢竟我們每次... 那麼多嘉賓... 大家都有自己的專業... 然後不同的個性... 對啊... 對啊... 所以... 就是... 第一次見面... 然後...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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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Giggle... 對對對... 其實... 其實那一集一開始... 有...有一點緊張... 對...我們兩個都超緊張... 對...而且... 而且... 還...你還看不到他的眼鏡... 對...然後他回答又很簡短... 對對對... 但是他其實是... 很nice... 很nice... 就都...都配合這樣... 對...我後來我發現就是... 嗯... 做到... 快100節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其實你自己緊張... 嗯... 也...也沒有用... 嗯... 對... 就是... 先想辦法讓大家都... 畢竟還是要... 如果是不認識的人的話... 對... 就平常沒有交集的人的話... 先讓大家有辦法... 放鬆的講話... 放鬆... 對啊... 畢竟我們是主持人嘛... 然後... 他們... 有時候嘉賓其實很多也是... 不是那麼喜歡面對鏡頭... 嗯... 對啊... 然後一開始就要講... 突然就要講一個小時的話... 然後分享自己的... 的世界... 對... 很多人其實... 我覺得... 我有意識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然... 在... 擔任主持人... 或擔任一個訪問的人來說... 我真的是一個... 完全... 門外漢啦... 嗯... 但只能說... 這一百集... 我累積了一點點小心得... 就是說... 呃... 我們... 是要... 想辦法讓他... 講他的事情... 嗯... 對... 所以... 我們其實做了很多... 呃... 不管是介紹... 或者是應對... 來說... 其實... 他的最大的目的都還是希望... 呃... 我們的嘉賓... 可以好好講他想要講的故事... 沒錯... 大家聽到... 他的音樂這樣... 對... 不然像馬倫范這個梗... 就是... 其實... 就是... 對嘉賓來說不一定有幫助嘛... 對... 只是... 但為什麼我每集都要講他... 因為... 你想讓他放鬆心情... 對... 對... 但也是怕大家會忘記馬倫范就樂團... 嗯... 對對... 他們最近... 確實好像很久沒有下... 哈哈... 沒想到這集還是提了馬倫范... 哇... 真的是不肯放空... 哈哈... 對啊... 所以... 呃... 大家就... 如果可以了解這一點的話... 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有些節目我們好像比較... 比較鬧... 然後有些集數我們可能比較冷靜... 對... 跟當時的戲份... 看怎麼樣做... 是讓這個空間最自在的... 嗯... 你沒有辦法強... 一直強... 強著要鬧啊... 對啊... 不行啊... 對啊... 我們兩個... 好不好... 我們兩個... 私底下... 就不是鬧的人嘛... 對啊... 我們是很... 其實很多嘉賓都會說... 不知道原來包子可以講那麼多話... 所以... 所以... 從這個意思就可以來看出... 其實他私底下是不太... 呃... 比較... 不太互動... 呵呵呵... 比較冷靜... 呵呵呵... 南希肯幹嘛對不對... 對... 他們上次有嚇到這樣... 對... 對... 錄完之後有嚇到我說... 對... 喔... 不知道包子可以講話... 其實我... 我有親戚也這樣講... 嗯... 就是他們有看到這個節目... 喔...真的假的... 對... 然後... 想說你什麼時候誇足當主持... 他就說你... 是你知名嗎... 還是... 沒有... 我的表姐... 他說我第一次聽到你講那麼多話... 從小到大... 你逢年過節回去應該... 不太跟大家講話... 會啊... 還是會... 但是會很容易句點啦... 喔... 就例如說說... 啊...你最近在忙什麼啊... 喔... 就演出啊... 這樣... 喔... 所以如果是... 然後就沒了... 一堆人在的時候... 你是習慣的是那種... 只是... 呃... 會靠近... 但就是不會... 呃... 讓大家開心的那種... 個性... 以前會啦... 以前會啦... 以前小時候會... 會想要這樣... 喔... 可是... 我覺得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你就會發現... 那個也不是你... 本人嘛... 嗯... 就是... 那不是你真的想要的狀態... 嗯... 對... 可能... 會心思放在別的事情上... 嗯... 就你不會那麼... 主動想要做這件事情... 嗯... 對... 有一次很好笑就是... 呃... 我們就是一群人朋友在聊天... 嗯... 然後... 以前的... 高速的朋友... 對...最近的事... 然後... 呃... 就... 就有朋友帶了新朋友來... 嗯... 對... 然後... 那個... 我女兒就說... 欸...你都不講話... 嗯... 然後我就... 嗨... 哈哈... 進來好嗎? 進來... 你說... 就是跟這個... 新朋友分享的... 嗨...進來好嗎? 對... 就是一個... 超不會聊天的... 嗯... 就是... 對對對... 對啊... 但... 這個分享只要是...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 節目上下的反差了... 讓大家知道了... 對... 可是... 其實我也不會覺得說... 節目上的那個就不是... 就不是... 我... 只是就變成說就是... 呃... 我們... 把自己的事做好嘛... 因為這是一個工作... 對... 然後... 我也... 的確想要聽故事... 嗯... 但是... 如果是我... 沒有在工作上來之下... 我想要聽故事的這個心情... 就是... 我不會... 那麼主動的引導... 嗯... 因為... 畢竟... 想聽故事的人不是只有我們兩個... 還有觀眾跟聽眾... 對... 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 想辦法讓大家可以聽到這些故事的時候... 嗯... 我們就得就是去... 去... 去... 用自己也可以接受的方式去... 去引導... 嗯... 對啊... 這就是... 呃... 這個節目我覺得... 最有意思的地方... 嗯... 學到跟很多人... 嗯... 怎麼相處的... 嗯... 好的... 今天好像默默的也聊很久了... 對啊... 本來想說是做一下... 快速的... 快速的... Breaking Series... 只聽音檔的朋友... 你們... 一定要去看那個... YouTube上面的... 的檔案... 對... 會有你們沒有看到的... 對... 那... 只看影片的朋友呢... 呃... 也還是可以花時間決定嗎...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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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用YouTube了... 除非你有買Premium... 不然你就是... 對啊... 你就是要盯在這邊看嘛... 對啊... 所以就是... 兩邊都看一下好不好... 兩邊都聽一下... 對... 啊...留言... 對...留言... 然後... 我們從下一集開始... 盡量我們會嘗試... 呃... 去... 找一些大家... 就是有趣的留言來念... 嗯... 可能在YouTube上... 可能在Apple Podcast上... 嗯... 好啦... 那就先到這邊吧... 沒錯... 謝謝大家... 我們是... 喔... 今天沒有講清楚... 今天特別吧... 那就是... Breaking Series... 對... 掰掰...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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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